我们监测的一个量能 譬如说在我们的幼儿园或者是健身房 尤其像类似健身房这种 它的风险等级比较高的这个部分 那也鉴于昨天我们所公布的个案里面 在虽然打了疫苗 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突破性的感染 这个其实也在很多国外的例子屡见不鲜 所以在第一次投入职场工作 在这属于所谓的特定风险的工作场域或活动的时候 那我们会要求不分你有没有施打疫苗 都第一次投入的时候都必须进行快栽 那假如在这个从事工作活动的时候 那我们就第一次全面快栽之后 那其他的我们就会根据你有没有施打疫苗 来做分流的管理 简单讲你没有打疫苗 那很抱歉 那可能在这个工作的场域定时 你也必须接受快栽的这个工作 那第二个就是在餐领的部分 我们还是采取风险的管理 所以等一下我们卫生局的林副局长 那会详细来跟大家说明整个餐领的一个规范 那简单讲在夜市 这个还有这个市场等等这个部分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菜汽子里面还是野茎 野茎有的形态也不太一样 那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建议用外带 还有这个预约外送的这个方式是比较安全 那真的要内用的时候 那高雄市有一些规定 譬如说在隔板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说有一些隔板 大概就是一面两面 两面的像这边两面的隔板 那我们会拜托大家能够配合 就是前面再有一面隔板 就是所谓的三面式或者摸字型的隔板 那详细的这个隔板 在我们旁边 这个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示范 那这个示范的这个隔板 这个就是一面两面三面 我们过去都是规定都是两面 那是前面拜托 还是要有一面的这个隔板的一个规定 那桌与桌的距离 还是要保持1.5公尺 那餐厅的规定 那有一些分餐等等 这个规定 您副局长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那婚宴的部分 我们建议暂缓 我们建议暂缓 因为我们台湾的台湾都是红桌子 这红桌子里面 桌子大概一般的我们的桌子大概都是1.5公尺到1.8公尺左右的这种圆桌 那假如你在这边另外一个人在这边 1.5公尺其实是有风险 所以我们在建议在这段时间的分裂建议暂缓 但是真的武达市就真的跨烈 还有一些家庭 他觉得说真的有需要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按照餐厅的一个规定来办理 那餐厅的规范呢 除了说我们刚刚讲的隔板的规定之外 那其他有一些细项细节 我会请这个林副局长来跟大家报告 那健身房的部分 因为他在风险的等级会比较高 因为在健身房里面一般都在密闭的空间里面来运动 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让我们健身房的我们很多的这个使用者 那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之下 能够来顺利的健身 那也之前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高雄市健身房的部分 几乎所有的我们的健身教练跟工作 我们都已经完成快摘 那还有一些细项的一些规定 譬如说一些器具的一些使用等等 都已经在跟业者沟通的时候 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 所以在健身房的部分 我们相信也在风险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里面 我们来进行这个有效的一个开放 所以简单讲 高雄市在处理我们解封的原则 我们还是希望说 能够follow我们之前在讲的 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这个原则来办 那也要跟大家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